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事故中到底有没有人为疏失 台检方表示还要继续调查 有没有人为因素 真的要等到所有的资料我们来做判读才能够确定 好 谢谢 谢谢 对于外界质疑 抄载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 台湾林务局嘉义领馆处调阅相关资料表示 小火车当时八节车厢总共载有300名乘客 每节车厢平均不到40人没有超载 林宛初表示每天都会有工作人员沿铁道进行巡查 不过10米之外的树木情况很难掌握 那这次是在牧师之外了吗 这次其实您大概有到现场去看 那一棵树木离铁道真的蛮远的 至少10米以上 28号下午台湾全联会召开记者会介绍死伤者的最新情况 此次事故确认5人罹难 罹难者遗体已经被送到水上避疫馆 目前除了47名重伤员及20名轻伤员还在医院接受治疗之外 其他轻伤者已经出院 28号下午4点 李炳财来到嘉义西东教医院慰问伤员 这所医院所收治的伤者 分别来自河南团和广东团 事发时他们所乘坐的第六节车厢发生了翻覆 受伤的游客最多 23岁的金瑞远被三人压在下面 是团员合力将他救出 受的轻伤 然后我就坐在那边休息 然后他可多那些受重伤的 他们就抬担架 然后直升飞机什么 马上就过来 然后还有那人就那个人工呼吸 然后咱那后几节车厢里 后几节车厢里那游客 没有受伤的 都是去帮助前面那些受伤的人 而来自东莞的叶春生 却没有那么幸运 他的妻子卢彩之 不幸罹难 自己也受了重伤 在认真了解了情况后 李秉才对台湾方面的救治工作 给予肯定 并表示两岸两会将通力合作 做好善后工作 作为我们大陆野观部门 会和台湾野观旁边 密切地保持联系 关注整个的情况的进展 那么同时也维护我们 大陆游客的权益 大家共同地 妥善地处理好这个事情 这一次的悲剧 让大家觉得说 一根枯朽的木头 居然压垮了一般旅客 对于台湾主管单位的 所有信心 这让大家非常忧心 因为大陆观光客 是对台湾来讲 自为重要的 我们认为说 短期立即要做的 有几件事情 第一个要协助家属来台善后 那么所有的公文文书处理 海集会以及台旅会 都应该要尽数地处理 第二呢 就是整个善后的过程 它应该要透明化 那除了这个之外 对于阿里山森林铁路 有几件事立刻要做 第一全面的安检 目前先停死一个礼拜 有关于火车 或者铁轨 枕木 以及附近的帷幕呢 都应该要立刻的 做彻底的安全检查 除此之外 应该要确保 整个阿里山森林铁路 有足够的经费 来营运做维修 并而且要注意 所有的火车驾驶 它的人力资源的供应 要充足训练 要精良 而且最后应该要回归 专业管理 但就中长期来讲呢 台湾的各部门 都应该要做好 安全景点 都应该要做好 这个观光景点的 安全管理措施 以及所有的机制 那么第二呢 它应该要做好 整个旅游的预警机制 也就是说 在有天灾 或者是恶劣气候的时候 要预先的警告游客 第三个我认为说 中长期应该要做好 紧急救难措施的 所有配套设计 那么第四点 我认为说 我同意 这个中国社科院 刚刚发布的 这个中国旅游绿皮书里面 所提出来的 两岸对于这个旅游安全 应该要携手共同研究 这才是做好 这个所有的工作 28号清晨 一辆乡行车 翻落十米的山谷 车上有12名工人 是一死八伤 其中三人伤势较重 翻落山坡的乡行车 属于台湾林物局承包商所有 车内搭乘的是 修整道路或伐木的工人 目前的受伤人员 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救治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以2010年11月1号 零时为标准试点 本次人口普查登记的 全国总人口为 13亿3972万4852人 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 增加了7390万人 年均增长0.57% 数据显示 十年来中国人口增长 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共有家庭户40152万户 平均每个家庭户3.10人 比2000年减少0.34人 男性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51.27% 女性人口占48.73% 总人口性别比 由2000年人口普查的 106.74下降为105.20 同时60岁及以上人口占 13.26% 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 2.93个百分点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说明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 另外 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 每10万人中 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 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 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 由11146人上升为140032人 文盲率为4.08% 比2000年下降2.64% 与此同时 2000年以来 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亿人 占总人口的49.68% 同2000年相比 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 同时扣除市匣区内 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为2.21亿人 比2000年增加了1亿人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棠表示 更多的人口从内陆西部 往东部发达地区迁移流动 这是双赢的事情 促进了城乡东西部 更加均衡的发展 这次人口的普查数据 也翻映出 我国人口经济社会发展 也面临着一些矛盾和挑战 面临着一些矛盾和挑战 这个一是人口的老龄化的趋势 在加快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在加快 二是流动人口的规模 不断地扩大 三是出城人口的性别比偏高 这些都会对我国人口经济社会的发展 带来重大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